李嘉诚父子的动作越来越大 观众朋友 上个星期的此时 才传出李嘉诚甩卖上海豪宅建案 而今天更传出他的长子李泽炬 选择香港23条立法通过的同一时间 辞去了长江实业集团的要职 他更是不演了直接长叹一口气 说香港人近来过得挺辛苦 今天是从短片来看到 辛苦的何止香港人啊 李嘉诚从来不冒险去赚 最后一个铜板 我们就问 这一对父子言行越来越赤裸 为什么越来越让人侧目呢 对 没错 事实上现在李嘉诚家族来说 似乎对香港投下了一个不信任的投票 那为什么这样讲 我们先来给大家看一下 今年中国商务部公布的资料 今年一到二月的外资投资金额 大概约莫是2157亿人民币 下跌了19.9 约莫是下跌两成 也就连续八个月下滑了这个局面 那其中呢香港当然是这个损失相当惨重的 为什么呢 因为目前为止香港的外套的话 当然就是从香港跑嘛 你中国资金没那么多嘛 所以香港的境外公司来说 剩下1336家 这大概是11年来的这个最低 那甚至之前不是有人说过吗 就是说 香港现在已经变成是世界这个 所谓的金融中心的遗址嘛 对不对 好 所以目前为止就有一个笑话 什么笑话就是说 美国花一百年把纽约打造成这个 所谓国际金融中心 但是中国只花三年就把新加坡打造成国际中心 你想这什么笑话 因为香港变成是这个 世界金融中心的遗址之后 最大受惠者就是新加坡 所以才会有这个网络的这个笑话 好 那我们就讲为什么我们会说 这个李嘉诚家族呢 对香港的未来投下一个不信任票呢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在3月22号的时候 他们现在的这个算是最大的这个大家长 就是常识的这个大家长李哲聚 那李哲聚是李嘉诚的长子 他就说呢 我呢不再担任集团的这个联席主席 联席董事总经理的这个职位 也就是说他现在呢 就是要卸下总经理这个职位 然后呢人家问他说 那你对香港未来的看法怎么样 你看你看他的表情 就像你会觉得他的表情是有前景的表情 暗掉了那张脸 他的表情其实是满脸的这个忧虑 这样一个局面 你看还叹了一口气 他叹了什么气呢 他就说香港人经历这个2019年社会运动 然后2020年的疫情 现在经济又放缓 香港人挺辛苦 你看他的表情 他也认为这个真的是相当辛苦的 然后他最后来说 千奇千奇 就是香港人就千万祈祷 千万祈祷 要保住国际金融中心的这个地位啊 好 那为什么在22号要卸任这个总 这个所谓董事总经理呢 因为3月23号香港的23条要立法生肖 23条的立法生肖来说 其实对很多过去你可能有发表过 支持反送中的人来说话 你恐怕会有相当大的压力啊 回头你来看李泽聚 长大了一口气 他悠悠的吐出这几个字 香港人历经了2019的社会运动 2020的疫情 经济放缓 敏感的是2019的这个社会运动 没错 社会运动 做都不能做 更何况你还在那边说三道四 问题是不要忘记2019的时候 当时李嘉诚他的父亲 说了一句绝世名言 如今一一都验证了 对 没错 你看他23条来说 当然对你过去讲过这些话 你搞不好都会入罪啊 所以为什么他要辞去 这个所谓董事总经理的位置 就是这样 好 那跟我们讲他的老爸 他老爸李嘉诚在2019年 反送中运动的时候 他不是在个人上面来说 在明报上面发了这个吗 他就反对暴力啊 对不对 黄台之瓜何堪在哉啊 他就说 当然他没有讲得很明确 但是大家都知道说 你看 你少年是说 劝告这个当权者 你不要用这样来逼迫自己的家人 这样的感觉嘛 那你看 这个当权者是可以解释成 你是对抗我的这个局面 那这样李嘉诚搞不好就有问题了 好 那我们就讲嘛 事实上大家都说 这是李则俱佳 他的言论是对香港最终的 最后的忠告 如果李嘉诚当年是 这个第一个劝告的时候 李则俱可能是最后的忠告 为什么他这样讲呢 事实上他讲了这个 当然未来香港景气不好 但是其实呢 常识集团倒没有那么不好 你可以讲 常识集团的这个 去年的营收是710亿港币 然后减了大概10.6% 然后他表示说 房地产利润效法 这意料中的事 当然是这样 中国景气不好 香港也不好 但是常识的这个财政比较稳定 负债比率只有3% 相对于恒大啦 或者避贵 那些都快破产了 他们是比较好的 他说他认为是一个 比较OK的业绩 所以他其实自己本身并没有不好 但是他是对香港 认为香港没有那么不好 那边没有那么好 好 那另外 他因为主要原因是 为什么他能够 这个所谓获利还没有那么差呢 主要因为他在50多个国家 都有布局嘛 我们就讲 事实上他目前为止 他有公布一个相关的 他的物业的这个状况 他2021年公布了 你看香港月末占他50 这个月末是59%左右的这个数字 然后另外包括说 像这个所谓的英国啦 或者说像中国 都有非常多的布局 所以等于是 他分散在全世界各地 5000亿的这个港币 你可能中国不好 但是我香港 新加坡澳洲非常好啊 所以等于是 抵消了他目前为止的这个 所谓香港不好的这个局面 我们看到了 刚刚一摊开给大家看到的 长江实业的这个财报 为什么受损的少 因为跑得快啊 所以我们看到了 李嘉诚最被津津乐道的是 他们绝不会贪心到 冒险去赚最后一块钱的硬币 那代表什么 他跑得快 你回头来看 这一对父子的言行 越来越让人侧目 是不是代表 他对中国市场 对整个香港市场 他已经做了下一步的规划了 对我们都说了 李嘉诚现在香港叫李超人 他真的是 类似个超人局面 你看他这几年的所有布局 你都知道 哇他根本就是下债 别人都还没有下期之前 就已经看到这个状况 譬如说为什么 2013年他当时就说 我要出售这个 李嘉诚当时还在的时候 他说我要出售这个 百家超市的这个状况 然后又有意要出售上海的商办 然后当时就有人说 你是不是要撤出中国 他就说没有 我有生之年绝不牵涉 不会离开的 但是规模会随着世界经济 这个状况而就决定 他当年还这样信誓旦旦 但是我们后来知道 因为2013年 他当时要去见这个习近平 习近平不见他 让他拖了非常久的时间 他觉得这个 大概习近平不会重视商人 所以他就决定要浪杠 这是他的原因 但是他说 我不会牵涉 但到2015年1月的时候 他就说 我要把其他两家公司 一个是长江实业 一个是合计黄埔 我要重组 就是说 我把他们的业务 更加的分开 一个是主管商 这个所谓可能房地产 另外一个是不一样的 但他就说 我要把这个公司 从香港 迁到开曼群岛 大家都不是说 你不是当初不牵涉吗 他说没有 我牵涉跟中国 或是香港的发展 没有关系 是因为我牵到开曼群岛的时候 可以降低成本 提升效率 但是问题是 2014年当时 香港爆发过雨伞革命 所以他就说 其实你嘴巴说是这样 但是其实你的动作 告诉我们 不是这样一个状况 两年后就跑了 而且跑了之后 度过了雨伞革命 他也躲过了反送中的震荡 难怪他还有底气说 黄台之瓜 何堪再折 所以你回头来看 为什么我们就眼睁睁 看着李嘉诚 一次又一次的创造奇迹 那一些跟他一直在中国 赚人民币的富豪 也不是吃素的 为什么跑得那么慢 对 没错 我们现在看下 网路上 中国流传一个段子 这个段子是李嘉诚 跟马云 马化腾 王健林 许家印 潘石屹等的富豪比赛 大家说 你这个李嘉诚 都已经快90岁 你已经跑得最慢 但是这个李嘉诚 却跑第一 而且笑着说 你们都是听到这个发号 一声才开始跑 我已经 你们等到时候再跑之后 已经晚了 我老早就已经跑掉了 所以你说到事实上 他是在没有发生枪声之间 他就已经跑了 所以你看现在 你看 现在的王健林 怎么办 现在的许家印怎么样 被人家宣报成 这个炸漆犯 现在潘石屹 现在人不知道在哪里 那你跟我们讲 马化腾跟马云 他们现在压力多大 所以看起来 我已经觉得 这个老生 根本真的有 他厉害的这个地方 好 那除了这个 为什么他能够跑这么快呢 因为其实我都觉得 这个主要是 老人的智慧就是这样 他的投资逻辑就是 不会冒险 去赚最后一个铜板 也就是说他看到 好像有风吹草动的时候 他宁可先跑再说 为什么 因为以他长江实业 这么大 这个数千亿规模的产业 你不可能听到枪声 听到枪声的时候 你是跑不了 你是咔把 跑不掉 但是他在 还没有枪声响起的时候 他就已经看到 这样的状况 所以等于是说 他其实那么成功 就是因为他 不会很贪心 好 我们再讲到 长江实业 李嘉诚父子 这个家族的整个帝国 我刚讲 2019年那个社会革命 说的就反送中 再往前推示雨伞革命 你要知道 这是多敏感的字眼 可是对于李嘉诚来讲 他成就他的 就是靠这些社会的 不稳定的 每一次的暴动 对 事实上我们就说 李嘉诚他这一生来说 是关关难过 关关都过 而且每一次过关之后 都是越来越茁壮 那你知道 为什么能够这样做 因为他有非常红野的视野 就是他能够看得出来 未来大势的变化 是怎么回事 那我们就讲 事实上这一生来说 对他影响比较大 包括说像 1939年的时候 中国入侵 日本入侵中国的时候 他当时的 所以的家人 从中国离开之后 到了香港 因为当时的香港 算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局面 他认为 打起仗来 他跑到这个地方来 后来 在战后的时候 他用5万的港币 创立了长江塑胶厂 一开始是做塑胶花的 因为他认为说 战争结束之后 可能欧美的景气起来之后 大家都会开始做 所谓Christmas的 他开始做这个 然后当时1958年的 营业额已经来到千万港币 他一开始第一个声号是 塑胶花大王的称号 但是后来 1967年又发生 所谓六七暴动 六七暴动其实就是 当时的香港 很多人开始反 英国殖民的时代 甚至当时还有中国 又爆发相关的文化革命 所以大家都觉得 这个中国 香港的前景 大概是不好了 很多外资都想要在这个时候 就离开香港 但是他反向 认为说 这个是一个好的时机来了 为什么 因为未来香港恐怕会 重新崛起的一个状况 所以他后来在 那次的暴动之后 他开始 李嘉审真的开始 这个进入房地产 是因为六七暴动之后 他开始在那时候 大量买了 非常低的房地产 买了非常多的一个状况 然后他1971年 才成立的长江地产 又长江实业的前身 然后那一年就上市了 那上市之后 隔一年之后 他所有的土地 就上涨了20倍之多 所以说到事实上20倍 所以他等于身价 因此就奠定了 他在香港中间的地位 那你根本不用讲 后来还有所谓的石油危机 他也能够度过 那甚至后来 1999 这个所谓的改革开放的时候 他也是最早 我们刚才不是看到说 他去见邓小平吗 他也抓到邓小平 要发展中国的机运之后 大局在投资中国进去 这样一个状况之下 你看整个身家茁壮起来 后来他又跟领导人江泽民 非常好的状况 然后2009年的金融风暴 他都能挺得过去 但是他最厉害就是 2013年 他见不到习近平的 那个密会中间 他居然就可以判断说 习近平的个性是怎么样 能够怎么去 他怎么可能会去打压 这个所谓香港的经济的时候 他居然就在那时候 离开了中国 大局地开始 往这个所谓海外去布局 你就知道说 其实他这一生 那么多的风风雨雨 他能够逢凶化机 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他非常精准 跟厉害的判断力 这几天大家越来越高度关注 这个四月涨电价11% 观众朋友 这件事情不是只有四月涨电价 你有没有想过 四月涨完 接着夏季电价 短短两个月涨两遍 从开店的租房的 到每一个家户 我们人民的感受是 我就被扒了两层皮液 而台电 自许是通膨的销波块 我就问谁造成的 他的累计已经亏损高达3800亿 很多对不对 今天我们独家为您揭秘 还有一笔800多亿的费用 根本在这个账面上 你是看不到的 却被台电熬干了 今天旺哲带我们来看到 政府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还不能苦名所苦 还讲了一些插话呢 是啊 上个礼拜经济部排版并案 说这个电价要涨11% 在四月要涨11% 其实这两天 其实有些商家已经预期涨价了 我去买一个臭豆腐 原本60块 现在已经变70块钱了 上个月来60块 这个月变70块 所以很多商家已经有预期新年 那这个会不会有镜头 坦白讲 我们看行政院长 陈建仁这段话就有答案了 他说 现在还没有完全调试到 足够的价格 这的话代表什么意思 那到底要调多少价格 才是足够的价格 他打上个问号 这句话是不是也代表说 电价有可能在未来 还会再继续涨 稍等一下 2022下半年给你涨一次 2023涨两次 然后2024现在涨一个平均涨幅11% 也就是说后面还有 这就是一个临时的过程 这个临时让大家很多店家跟民众都受不了 那我们直接探开数据来看 包括民进党政府 在这八年内到底涨了多少次 我们就看数据其实最清楚 他已经超越马英九了 超越马政府了 因为我们过去都知道 民进党很喜欢找马维拉出来谈 那现在马英九过去这八年来 涨涨跌跌降降之后 才二十几%而已 但是你这个民进党政府 已经到了37% 多出马英九 这个店家当时觉得不可思议 民众怨声载道 那到底台电有没有听到 台电有听到 但他怎么想 他说这个物价 对影响来说是相对温和 大家看到温和两个证 你看到会不会火 当然会火嘛 我刚刚说那个 臭豆腐已经从60块涨到70块 甚至还有100块的都有 那现在还说对物价影响 还比较温和 还说什么 前两年因为俄乌战争的关系 我们台电当护国神山 还扮演所谓的削波快的角色 挡下了一波波涨电的浪潮 所以这次呢 微调一下 应该不是什么大错 但问题来了 民众受不了 那过去的你看 我们刚刚不是举马政府为例吗 马政府过去八年 那个台电下来其实有盈喻 他盈喻做什么 叫电价平稳基金 什么叫电价平稳基金 就是说未来 如果电价有调整的话 他可以用这个电价平整基金 来做一个波补的动作 让电价不会有太大的波动 过去马政府在结算之后 他的民国1505年 他是有800多亿的一个盈喻 可是大家要看 在蔡政府上任之后的三年 基本上已经花到 只剩下100多亿而已 你看这个是2016年 马总统交接给蔡总统的时候 是828 829亿好了 然后逐年剩下780亿 剩下434亿 剩下106亿 剩下248越来越少 后来台电有赚钱 回一点点回去 再来一下子用到零 这一年是111 2022年 是大家仔细看这个表格 其实我们在对照前一个表格来上 其实每次蔡总统 他们把民进党调整这个电价 都跟这个表格有关系 当然我们看到说 只要这个电价平稳基金 只要往下降 基本上隔壁那个图表 电价都会上涨 大家看得非常清楚 原本这个应该给你平稳所贵的电价 但是你自己花光了这个成本之后 你导致亏损你 所以你势必未来就要调电价了 所以马一九交棒的时候 留了829亿 给民进党的执政8年 这8年一年一年一年 把这个电价平稳基金给熬干了 熬干就够在哪一年 这一年是2022年 2022年开始 我刚刚不是讲吗 从这下半年开始 就每一期都涨 没有浪杠的 我们看2022年涨多少 2022年7月涨了8.4% 2023年再继续涨 所以那变成说 你坦白讲 你调涨电价 也补不了你这个坑 你知道吗 而且重点是什么 是你能源政策错误 你导致你能源政策错误 你不但榨干了所谓的平稳基金 你也榨干了台电的成本 所以导致我们电价节节攀升 我才讲到的重点 今天台电 它自识是通膨的销波块 它没有全部说错 因为台电也是被害者 你是政策的执行者 为一个错误的能源政策 你只好乖乖的听话照做 结果今天宣布 四月涨电价的结果是什么 万物起涨的蝴蝶效应 结果是什么 全民买单 是现在不只全民要买单 还要全民承担你知道 因为大家知道物价已经涨了 物价涨的时候 对民众来说非常的痛苦 那现在呢 其实主技术有统计的 在今年的这个CPI 即是消费者物价指数的 这个成长率 其实会涨了2.03左右 那这个数字呢 其实也很惊人 因为还没有到尽头 所以大家会很紧张说 接下来下半年 会不会再继续往上攀升 这个是从上个星期五 到现在短短几天 第二份的官方认证 央行总裁 宣布提前升息半码 就是担心 他也给出了一个 超过2%的CPI预期 现在主技长朱泽民 之前的版本 还是只有1.8% 1.7%左右 他现在也不延了 直接告诉你会飙破2% 那现在学者就分析说 现在会出现 所谓的恶意螺旋 就是说你电价涨 通膨也涨 年代的所有物价 都跟着飙涨 所以呢 现在包括你的食衣住行 通通都会涨 我举个例子来说了 大家都在外面要租房子 那现在房东 有没有可能利用 所谓的电价涨 再继续扒你第二层皮呢 当然有可能 我们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呢 是在这个英哥的一个太太 他说他每个月的电费 大概是1500块 那如果现在调涨之后 一度变6块钱 他们房东给他扒一层皮之后 他一个月要多缴300块钱 你就知道300块钱 如果两个月来算 就600块钱 所以非常有感 再来 好你说电价房东不涨 他涨房租可以吧 所以也是一个方向 那这个英哥的这位小姐 他其实 他原本在租了这些房子 他只有五平大小 房租多少钱 大家猜一下 9000块钱 9000块钱 然后现在房东说 好了我不涨你电价 我涨你房租 一个月多涨你1500块 因为央行说要调高 半码的这个利息 所以升息了 我房贷利率增加 就倒给你们这些房客 所以等于也被剥了第二成品 他原本还想搬家 但是看看周边的房价 坦白讲大家都上涨 所以坦白讲 你搬到哪里去都一样 所以现在变成你住了情况 不止电价 可能你房租也会受到影响 那这个礼拜 我们报新闻讲过说 这个电价调涨 其实这个医疗业也会受到影响 用电大户 用电大户 尤其很多中小型的 这些医疗院所诊所 可能因为店家一涨 面临到倒闭的风潮 那现在包括了这些医疗学会 他们也说 真的希望能够呼吁 能够动涨所谓的医疗机构的店家 不然他们真的撑不下去了 我们再举个例子 这个单子就是所谓的挂号单 其实大家看了一清二楚 到底包括像连挂号费都调涨了 你知道吗 我们先不要看什么 什么这些农民 或是生障朋友这些挂费 我们看其他的 包括你现在小朋友 原本也从他50块钱 要涨到100块钱左右 那甚至有些是从150 涨到200块钱 最扯的是什么 打点滴 原本400块钱 现在涨到多少钱 涨到500块钱 所以这个民众很有感 你去看医生的时候 坦白讲你的挂号费 等于是要多100到200块钱 这个挂幅就是25% 四分之一的概念 是 所以像台北市的卫生局 他们有统计说 如果一般家庭 两大两小 那平均你大概一年看医生 一个人大概也要 16到17次 那一年下来你的医药费 一个人大概1万6左右 那如果你是三代同堂的话 那不得了 可能要double上去 到了3万多块钱左右 而且还不含交通费 所以看出来 电价涨千亿法 动全身 大家喔 身体很好 身体很好 不大金 三重你总是要吃吧 结果你来看看今天 鸡蛋又涨了 昨天有看到消息 差点从椅子上掉下来 鸡蛋不是之前还调价吗 怎么突然又给你一个涨 那整起来从美台金批发价46 变成49块 但是坦白讲 大家每天都要吃蛋嘛 早餐要吃蛋 中餐要吃蛋 可能宵夜 你也要吃蛋 那有些人宵夜会喜欢吃什么 吃藕娃煎 现在藕娃煎不得了 一盘快要破100块钱左右 如果你在这个观光夜市的话 大概藕娃煎也要快100块左右 那现在平均价格80到90块钱 大家开始已经不是变成铜板美食了 铜板美食这四个字 可能慢慢要走入历史 所以有很多过去来台湾很多喜欢台湾的这些美食的这些作家 现在发现不对劲喔 我前几年来台湾的时候 偶尔煎一份来40块钱 现在怎么快要破100了 吓死了你知道吗 吃都不敢吃 所以现在变成了这些国外的作家 来国外观光客 来到台湾之后 发现这个钱 来到台湾反而更薄啊 明显 明显刚刚一直听我们讲 一路苦笑 很贵啊 有苦说不出啊 现在平民美食 刚刚望泽说的 你贏了 像鸭子煎一半一百块谁要吃啊 很贵 可能现在两个人三个来吃一份耶 以前要平民美食 同版美食 现在都不平民 不同版耶 你店家长了之后 现在瓦斯水会不会涨 那有直接跟我反映了 我自己在买面包店 烘焙坊 他不是连锁的 独立的喔 自己也有烤面包机啊 店家会涨耶 他就啊 不长说不会 没有关系 一家店涨一天多少涨两 一个月大概接近一万块啦 这些要不要转价 还有一个喔 我遇到我自己选去南港 开水族箱的喔 水族箱很多 很多客户嘛 都要用电啊 他说什么 第一个 他先把冷气关掉 我说你冷气关掉 那水位会不会上升 你用电那么多 他说啊 没办法 缩短营业时间啦 可是这几天 水子可能飙到39度耶 我觉得你的鱼搞不好弄死哦 你要不要紧张一下 可是没办法嘛 你拼到这里的业子 他没办法处理啊 所以你看 所有物价都涨的话 真的很影响很大 四月涨电价 那个蝴蝶效应 效应很大 我有嘴说到没办法 政府不知道给你看 可能都没人真看 所以望着你来看看 怎么会经济部 提交给王美花部长 提出来那个缩帖 这么无礼 也这么无感呢 是啊 这个电价一涨 其实民众都很担心嘛 可是政府 他不但没有降低 所谓的民怨 他现在在搞什么 搞所谓的认知作战 他做这张图的意思 就是告诉大家说 大家不要怕啦 成本没有很高啦 我跟你讲 包括了这张图他说 北部有一个连锁的烘焙坊 他电费如果一涨的话 他每天来增加两块钱而已 两块钱什么概念 你每天多卖一个袋子 多卖一个环保袋 你就回本了嘛 所以但问题真的是这样子吗 所以你被国民党立委批 不是没有道理吗 傅君奇就批你说 这难道是你自己 面包房里面有 有所谓的核子反应乳吗 自己发电 对不对 那另外一个话就说 那你没有反应 你没有这些烘焙坊 没有这个烘焙乳的话 那这意思是说 各位回家 大家不要开冷气 所以电费就不会增加了 是不是这种概念 所以你就有点 激勾到菜都有感觉吗 重点是 徐晓鑫就说了 那这张图是不是跟过去 我们在讨论的时候 的一番赏争议一样 真的太玄了 所以我跟你讲 现在包括了这些烘焙坊 其实大家也插了一旦 我们举个例子就好 过去在2011年的时候 大家有个面包师 很有名叫吴宝春 他当时 马政府电价调涨的时候 他其实每个月电费 13万到15万左右 当时涨了11%之后 他每个月多增加5万块钱 所以你现在 电价是不是要涨11%了 那他是不是要等于 要再加倍上去 一样的概念 所以怎么可能 一天只有2块钱而已 所以你江新秉 现在有一个行政家 在这个地方 这个时候是 马英九的油电双涨 这就是报商时 就已经说了 吴宝春的这个电价 他帮他算了 电价涨10% 那这次涨11% 基准比较在这 涨10% 每一个月电费 落在15万 涨11% 说一天 一个月只多2块钱 是 你相信吗 当然不相信 后来台电被打脸的时候 他说赶快出来说明 没有没有 我们找的那家烘焙房 是因为他里面没有设备 他只有单卖面包液 所以他店价比较便宜 你这不是搞笑吗 所以就重点来 你干嘛 为什么要讲这些话 来做所谓认知作战 今天店家长 你就把原因 跟大家说明一切 是不是你们政策错误 是不是你们跟社会脱节 你们要讲清楚 而不是造成民怨之后 你才出来讲这些话 坦白讲 都是没有意义的 言俊 老百姓当然期待 这个政府在涨电价的时候 可以苦名所苦 如果涨电价 非常不可能 那就涨 问题是 你端出来的说铁 不但无理 也无感 而且你会觉得 它根本就是个荒谬剧 之前讲说 如果是烘焙房的话 它大概一天只增加 两块钱的电费 大家都觉得说不可能 后来才承认 讲说对 有可能会增加到一万块 可是我们现在最实质的 回来看是 现在就是在赖清德上任之前 就把所有的东西 该调整的 一次调整完 然后帮赖清德 这个接任总统之前 那个所有的路都先铺好 可是对于民众来讲 现在最大的问题 就是说 王美花 你是不是太不食人间烟火了 明明对于民众来讲 我现在在整个的 这个生活的这个成本里面 就要支出非常大一块 是因为电价的波动 而我要支出了 但是你却要大家完全闭嘴 当做看不见 你这比鸵鸟还过分 你这已经不是鸵鸟 你根本就是已经完全是瞎了眼 然后告诉大家说 不准拿这件事情来批评 所以大家就会回来问 物价现在看起来 是一定涨定的 因为民众都已经告诉大家 讲说我不可能做赔钱 这样的一个生意 那你今天经济部 难道你要用这个方式说 如果你以涨电价为由 来调涨物价 你要用法办办人家吗 所以这完完全全就是 老实讲 这叫做官逼民反 最好的代表 就是王美花的这句话 明显 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全民为 错误的能源政策买单 说穿了就这样 是 所以包括大家都不希望 涨电价涨到自己的 你看台大校长 讲说涨电价 我台大可不可以先豁免 还有很多你看 接下来涨价 包括台铁会不会涨 包括捷衣会不会涨 影响到很多人 你看对你来说 成本会不会增加 所以我觉得政府的是这样子 好 你要落实非核家园 把能源改成绿电 这没问题你的政策 结果你现在错误的 和能源配比的政策 变成全民要承担 变成涨电价 小吃单 房租 包括鸡蛋这些 所有成本变成全民来承担 我觉得变成全民的痛苦 我再讲一下 2012年马英九宣布 电价涨价的时候 马英九亲自出来开记者会 而且向全民道歉 马总统讲说 不好意思 如果能不涨 我也希望不涨 可是他涨了 涨他道歉了 那现在政府出来涨价 全民都涨 物价都涨 政府在哪里 政府道歉了 王美花在硬拗 我觉得这个政府 真的做了一个 最错误的示范 是谁让他这么嚣张 讨厌这名男子 居然来到了派出所门口 狂轰烂射 接着又在下一个派出所 跟警网捕火 互开了50几枪 22名援警中弹了 忍痛回旗 打光了弹夹 12发的子弹 还好今天 传出人是有救回来 我们就问 谁把台湾变成了 沁济之都 随便一部车 都可以变成了 移动式的军火库 今天 任俊我们来揭秘 背后是一条黑枪产业链 立委 海关 不效执法人员 如何上下起手 台版无间道 就在这里 真实上演 事实上到目前为止 台湾并没有开放 民众可以拥有枪支 但问题是 你刚刚在画面上面 所看到的 怎么我们现在看到 这些坏人 手上拿的武器 真的跟警察这样子 驳火的时候 完全一点都不手软 你在画面上面 刚刚所看到的 事实上 刚才发生在桃园的 所谓的警匪的枪战里面 警方查扣了三把枪 其中在画面的这一个 被认为说 这个叫做歇式冲锋枪 这个冲锋枪 基本上虽然它制造的时间 已经有点久远 但是过去在战争当中 经常有被所谓的恐怖分子 这些人拿来使用 为什么 你看冲锋枪 基本上 因为它的枪支 非常的短小 所以它便于膝带 它的重量非常轻 它在1.3公斤而已 但我查了一下 你知道吗 这个所谓的冲锋枪 它一分钟的射速 可以达到858子弹 所以它如果拥有 很多的子弹的时候 它这样一直打 一直打下去 对于警方来讲 当然是非常大的一个威胁 而且这一次事实上 在这个所谓的 阳性男主落网之后 警方也到它的住宿里面 去进行搜索 因为它之前曾经在脸书 在社群上面 曾经po说 它这个家里面有三把枪 结果那时候警察以为说 它今天到警局那边开枪的 有没有 就是照片这三个 是不是它拿到警局去作案 结果发现到不是 它居然在住处 收到大批的 这个所谓的空气枪 跟瓦斯枪 那怀疑说 它未来是不是 如果今天真的没有被抓到 它说 是不是还要进行改造 然后危害社会 太可怕了 这是怎么样的一个 移动军火库的概念 随随便一台小车子 居然可以收出这个印鱼 这个隐藏 火力极为强大的冲锋枪 你就也难怪 这个22岁的年轻远警 居然你要他跟他驳火 你拿手枪怎么拼 你根本是肉靶子 所以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事实上这个远警重弹之后 其实他虽然躺在地上 他还是努力的 把他那个手上的这个枪 你现在看了 他其实还大 我认为他其实 基本上是要打那个轮胎 让他车子没有办法再走 但是这一次这个蔡新远警重弹 还好不幸中的大姓氏 经过医院这个检查之后 发现他的锁上壁的 这个三角肌这个地方射出来 而且重点是 他的子弹居然卡在肩胛骨 后来动刀把那个子弹给拿出来 医生就讲说 真的九死医生 为什么 因为在那个混乱的枪 那个整个的那个现场当中 他现在是打到这个地方 如果稍微移下来一点 说真的子弹不长眼 很有可能就伤了这个远警的性命 今天的这个枪战的现场 背后有一个更严肃的一个话题要探讨 这件事情本来可以更有防备的 为什么 来的是鬼剑仇 还是来的是小白兔 你要围捕的是火力多强大的 你根本不知道 至少这个22岁年纪警局 他根本不知道 拿了枪就往前冲 可是秦子中心知道啊 现在呢这个有些基层原警就炸锅了 你知道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啊 这个所谓犯案的这个阳性男子 他其实先到这个所谓派出所前面去开枪 开完枪之后呢 才有后面这个追逐的过程 可是呢那个时候 其实桃园市警局的这个 那个情务指挥中心啊 他就已经开始通报说 请大家到注意哦 因为你看到他这个地方写说 该车在桃园分局涉及行案 燃查时请注意本身安全 但问题是他那时候已经是开过枪了 你知道吗 涉及行案 涉及什么行案 他是来轰我们派出所大门 所以现在基层原警就讲说 你要通报 你通报清楚一点 你应该讲说他有带枪 而且已朝这个警员开枪 为什么 因为很多远警 他搞不好以为 就是我是一个资源协助的这个情务里面 那他如果就这样呆呆向前冲的话 真的你现在发现到 他真的整个车上一大堆枪的时候 那不是是危急的这个性命吗 导播画面继续播 这个中枪倒地的这个22岁远警 他是在什么情务 酒驾情务 也就是你讲的 他是资源过去 他根本不知道来的是鬼见仇 所以现在基层原警就讲说 你这个通报都不清楚 而且大家都是警察通认 你这样子难怪我们同事被打 甚至他讲说难道同事是被打假的吗 为什么你在通报的过程当中 不愿意把详细的情况 通报给其他的警员呢 回头你来看 桃园的这个现场 从来没有挑战公权力到这个地步 我就问黑枪可以泛滥到什么程度 随便一台车子都是一个军火库 其实我刚刚讲说 虽然台湾到目前为止是没有开放民众 可以合法的拥有枪支 但是不合法拥有的状况在之下 到底有多多呢 你知道吗 之前在花莲的时候 曾经当时警察发现到说 有一辆这个车子围停 这感觉很怪 你知道就上去盘查 结果发现了那个驾驶 那个神色也怪怪的 你知道再看就长得非常非常年轻 那个时候就发现到说 警察就热令他下车下去翻 结果你现在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居然在后车厢里面 找到冲锋枪克拉克手枪 甚至子弹也有超过300发 而且你在画面上面所看 他就是一个16岁的这个少年 问他枪从哪里来的 车从哪里来 他什么都不讲 那这代表什么 他是不是独自想要把这个案子给扛下来 但问题是 连在花莲吉安厢 蓝亭一台车子都可以找到 这么多的这个枪支 难怪让大家非常害怕 好 任俊来告诉我们 我刚开场跟大家提出 这个很沉重的一个呼求 我问的是 谁把台湾变成了庆祭之都 讲的不是某一座城市 是你已经花莲有 桃园有 台中有 已经到处都变成庆祭之都了 背后 这一个黑枪的暗黑产业链 谁在把关 谁在护持 谁在照他们 好 我们先来用这个统计数字来看 事实上近五年 警察机关查获了枪弹跟刀械数量 大家直接只要看到这一条线 有没有看到直接往上涨 因为它在近五年 查获的这个数量 从108年到109年 弹类的这个所谓的 还有这个所谓的子弹数 居然增加18万多颗 这一些还好是被查到 没有流入到市面去 但我刚刚用还好的时候 你一定会有一个疑问 那还有多少是没有查到的呢 你知道吗 我们之前曾经查过一起 台湾史上最大量的 制式子弹走势 那结果我们就发现到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它居然是什么 你知道它透过空运的方式 跟这个所谓的 这个射击协会来合作 就说我今天是帮你射击协会 所以你和射击协会 你基本上可以合法去 引进这个所谓的 散弹枪的这个子弹 那结果呢 他就跟你讲说 我这个厂商 我基本上我平常的时候 这个很多的这个性欲良好 所以他居然被列为 叫做优良厂商 那列为优良厂商最大的差别 就是说你进口时候的这些东西 不用被人家逐批开箱检验 那你今天只要曝光文件 都可以就行了 就没有想到在这一次居然被发现到说 它其实是合法进口 所谓十万颗的这个所谓的散弹 但问题是一打开里面 居然发现到有非法的子弹藏在里面 结果呢 这个公司也讲说 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我也不知道这批子弹为什么在那 那世纪协会一定会讲说 我也没有啊 这也不是我记得 但问题是子弹 就这么藏在合法的里面 那根本就是以合法来掩护非法 这条黑枪产业链 机油炒上卷进来了 更敏感的是 立委也卷进来了 那个时候呢 其实时代力量的邱显智委员 他有去提到 他说呢 当时这个所谓的 鸿燊国际有限公司 就根本就是一个 前民进党的立法委员的 他的这个子女所经营的 而且呢 他说呢 其实我们现在在这个所谓的 这个玩具枪啊 或者吸烟模型枪的贩售里面 基本上呢 虽然是可以 那当时的法令是是合可以的 但问题是呢 你今天贩售进来之后 很有可能会变成是 拿去做改造跟走私 甚至成为管制枪械的 走私管制枪械的一个广告 他就提出来啊 其实以土耳其的 这个模拟枪为例啊 后来呢 进到台湾来之后 有太多人了 去拿去改造你知道吗 他居然涉及的刑案 将近有210起的 这个所谓枪击案 都跟这个所谓的模拟枪啊 是有关系的啊 谁把黑手一手伸进了 这些第一线的海关呢 在这个地方 应该列为国家英雄 帮我们挡下了黑枪子弹的 有工海关人员 居然被冰冻 被调离限职 谁这么嚣张对待他们 好 这个其实在基隆海关 2018年的时候啊 这个引起了一个大的风波 为什么呢 当时啊 其实海关的一个查契员 叫做蔡俊华 他那个时候其实他呢 他在这个所谓的 上班的这个过程当中啊 他就和那个查 那个报官的那个报表 他就觉得很奇怪说 如果今天进这个 这个进这个器械进来的 这些东西啊 理论上应该用 公司行好的方式报 结果居然 他在那个报官单上面 看到是用个人名一报 他直接就觉得有问题 你知道 结果他去查契货柜的时候 他就锁定啊 那个他觉得有问题的 那个货柜来讲 而且那时候动用了 三台X光机 你知道 第一台扫的时候 发现到说也没什么问题 第二台用那个推土机啊 然后把那个X光机 推过去这样扫的时候 也没有发现有异状 但是呢 我跟他气而不捨 他就推第三台这个X光机 结果在里面啊 居然扫到一次枪械的这个轮廓 抓到了 对 结果你知道吗 他那时候讲说 这个就是枪支啊 旁边还有人跟他讲说 不是啦 不是啦 那是什么工具机的 这个 结果他坚持开箱检验的时候 你知道吗 画面上面他居然破获了 这个所谓的 竹联邦红轮会 走私109把的这个枪 而且呢 不只是查到枪啊 他隔月还在货柜当中啊 找到了710公斤的 这个所谓的K毒啊 那问题来了你知道 当时啊 为什么后来这个事情 闹上新闻 因为他们在续讲的过程当中啊 第一次的时候 他其实被列为是手工 你知道吗 当然毫无疑问 他是国家英雄啊 但问题是后来啊 网上送到权劇部 这些要审核的时候 回来的时候 居然啊 就他自己的指控是说 他的长官居然跳出来讲说 不是啦 这个怎么会你主动查获 这是我们自己啊 不断的去查那个仓单的时候 我们发现那个有问题去查出来 所以他本来是计两大工啊 按照他的说法 说我本来应该手工计两大工 结果我现在只变成计一大工你知道 而且甚至到后来的时候啊 还被调职 当时他就出来喊冤 他就觉得说 我是不是因为工作太认真的被调职了 他党人才入了吗 结果呢 他的这个所谓的单位是讲说 这个叫做正常的这个所谓轮调 因为我们不想要有弊案的发生 所以我们都会把人啊 这样依这个所谓的职务轮动 但问题是呢 就有这个所谓资深的 这个海关的退休人员就出来讲说 为什么会有这种 大家觉得很离谱的这个事情 他说呢 是不是要杀积极 避免呢 大家这些官务员啊 你以后啊 工作太认真你知道 反而呢 把那些不该抓的也都给抓了 当然这个集老实讲 当时媒体报道的时候 对于海关啊 那些禁止的人员来讲 有很大的一个伤害 但问题呢 这些事情啊 当然就会让大家引起 非常大的这个疑问 所以明显我们好震惊 有人这么嚣张 对玻利斯大人 检察局门口扫射 我就问 谁让台湾遍地成了 群记之都啊 郭秋我觉得不要推责任 大家地方好像 只要台南是一开枪 新北是一开枪 大家互推来互过去 可是当台湾变成群记之岛 你看这是歇士冲锋枪 拜托 这是打仗的时候拿来用的 结果全台湾都是 到底全台多少黑枪 中央包括警政署 有责任去查清楚 那到底怎么去查 到底黑数是有多少 中央的警政署有责任 不要把它变成台湾沦为 群记之岛 人人自为 我觉得这是社会安全网 很重要的一环 漏洞在哪里 政府有责任 把它补起来 莫斯科的这一所歌剧院 遭到恐攻 夺走了至少 115条人命 而今天 全世界都在讨论 这个15岁训练有助的 攻读生 他如何展现了 教科书等级的疏散 一个人救了 上百人宝贵的生命 看完了这个悲剧 大家猛然一想起 那部电影 天能理 开场的那一段 整座莫斯科剧院被劫持 政府军如何用毒气 麻醉了全场 但就在当时 救人变屠杀 剧场 恐攻 两个关键字一搭起来 居然成了普丁 最难翻译的 噩梦啊 是啊 刚当选 俄罗斯总统的普丁啊 为了这个 昨天 把这一次的恐攻 作为全国哀悼日 我们可以看到画面当中 他当时在十字架前面点蜡烛 你去看哦 一个政治强人 俄罗斯的这样的一个 铁血硬汉领导人 掉眼泪 不过 有一个提醒 引导非常重要 你知道现场有一个人 他叫做 伊斯兰 他才15岁 他是现场的工作人员 你看 我们在画面栏里面看到 这是一个主观镜头的拍摄 你看他很慌张啊 为什么呢 因为后面的那一群人 他们在整个放花表演厅 要疏散了 要逃的时候 走错路 所以他是工作人员 他很紧张 他心里想 这些人走错路 你知道走去哪 走去厕所 走去厕所 死路 那歹徒要追上来呢 一定是又完了 几十条 人民可能就这样 所以他很慌张 赶快把他们带到 他所知道这个表演厅 正确的 疏散通道 你知道他救了多少人 至少救了 上百人 整座莫斯科的剧院 遭到了劫持 观众朋友别忘了 鱼记犹存啊 天人电影 记得吗 那个开场的那一段 让人家实在完全没有办法 移开荧幕的恐怖的 分分秒秒 他是真的 他演的不过就是 二十多年前 一样在莫斯科 那恐怖的 历经的过程吗 中博来告诉我们 为什么永远莫斯科 为什么莫斯科的剧场 加上恐攻两个字叠在一起 会是普丁最难翻过去的那一页 所以我们刚才说 为什么普丁在点蜡蜡的时候 看起来若有所思 因为 二十二年前 曾经 在有一个剧院的恐怖分子 瑕疵任 只是他这辈子的阴影 但我先把镜头带到 诺兰导演所拍摄的电影 天人 天人呢 一开始的开场 是讲说 乌克兰有个基辅人剧院 然后你看有没有 这里头突然闯出了 一对的武装分子 然后这对武装分子 其实他们是要 什么 要来跟这个所谓的人质 来做跟美国CIA的这样一个谈判的筹码 但是CIA当时呢 他结合了一对武装分子 然后一起来营救剧院里面的人质 而营救的方式很特别 你去看到这些人被挟持之后 突然他们营救的方式竟然是放毒气 这些毒气我告诉你就像七桑拳一样 因为你可以把挟持的武装人员都迷昏 你可能也会把人质给迷昏 好 你现在看到这是电影开场的片段 你觉得这个感觉就是导演杜撰的剧情吧 错 我刚刚说了 既然它是成为普丁的阴影 就代表它真实发生过 真实事件 我们把时间拉回到当时2002年10月23号 文化宫歌剧院就位于莫斯科 这个现在我讲的都是真实的历史过程 那其实领军的武装分子 也就是说我们挟持人质的这个人 其实他才24岁 他叫做巴拉耶夫 他是车臣的极端分子 那他为什么要进文化公共剧院 去绑架这850名的人质呢 很简单 我们都晓得当时俄罗斯的军队 一直在攻打车臣 所以这个24岁的巴拉耶夫首领 他认为你要撤军 所以他就以这个极端的方法 他在我们说的10月23号 礼拜二的晚上8点 歌剧院已经正在表演 就冲进去 冲进去之后呢就挟持了这 850人的人质 其实是有100多人是工作人员 700人才是真的人质 800多人不管 反正就是在这个资料画面当中你看到 你知道为什么会有这资料画面描出 因为他挟持之后 他并没有大开杀戒 他就是以他们为谈判的筹码 可是这谈判的过程 普丁我看说了 他那两边跟恐怖分子妥协的 所以就僵持了多久 就这个极端分子跟普丁政府 僵持56小时 这56小时 你是人质你会怎么样 你一定会想办法自救 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呢 也就是56小时 过后10月27号的礼拜六的凌晨3点半 当时普丁他们的这些武装 就是我们要去拯救人质 我们在歌剧院外面突然听到 里头有枪声 不不不不不不 他们研判这个枪声 因为我在猜他们一定也有一些管道 可以跟内部局的联系 这个枪声很可能是人质 已经按捺不住被歹徒挟持了 所以他们自救 然后跟歹徒搏斗 所以引发了枪战 这时候普丁下令 就跟这些外面的这些 俄罗斯的这些军人讲 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 你们立刻给我攻进去 但是攻进去 你不可能就这样子 赤手空拳 然后跟他们这样子 硬硬硬硬的打 所以他们就在那个歌剧院外面 墙壁挖了个洞 挖了个洞之后 他就放进了一种 跟天人刚刚一样的 这样的一个神经毒气 那个神经毒气据生还者闻 说当时闻起来有一种 好像信人的味道 他们也不疑有 他就大家就跟着吸 那个就是神经毒气 结果呢 我刚才说了七商拳 歹徒倒 为你是那些人质 56小时 可能没有喝没有吃 没有什么 也很虚弱 就野倒 倒了之后呢 最后 当然 大家都昏了 俄罗斯军人进去 很顺利的就解救了人质 可是这些武装分子 虽然都被你给抓起来 或者是被现场隔壁 那人质呢 他虚弱他心神经毒气 他竟然也死了130多个人 死亡的人数 竟然是武装分子的三到四倍 所以我们国际当时来看 这一场解救过程 其实并不是成功的 我相信这样的 也让普丁觉得老脸挂不住 也难怪 这次的翻红花表演听 美国对他的事情 他要为了面子 当做不知道 当做没听到 或者是认为 我国的内政也不需要由你来干涉 悲剧啊 在这次的新闻事件 刚刚的开场我们看到了 这个16岁15岁的年轻人 一个人 展现了教科书等级的疏散 他救了上百人 你听 你听这个情绪 是 再来我要来告诉大家 在人类 恐攻 救难的史上 再没有人可以超过他 一个人 居然靠着一个人 拯救了上千人 他怎么办到的 史上还有一个 很惊心动魄的拯救 是发生在1994年的 卢安达 稍微解释一下 卢安达的背景 因为卢安达本来 当初是比利时的殖民地 后来他独立之后 统治者 为了要能够方便自己的掌权 所以他将整个国家 去分成了 胡途族跟途西族 而且他故意让 胡途族跟途西族 他们两族之间不合 也就是说 他们越矛盾 我就能够越掌权 那胡途族当时呢 他们武装分子比较居多 现在我给大家看的 这个电影画面 就是因为 胡途族跟途西族 在卢安达 当时是4月7号 两派终于正式起了 这个所谓的重大冲突 所以就开火了 那开火之后呢 各位 我该说 胡途族的武装分子比较多 那途西族 当然就可能要嘛 惨招被 这个我们说的 这个枪杀 不然就可能是会被领虐 被逮捕等等 那怎么办 避难 避难要去哪 大家还记得新德勒名单吗 新德勒名单是一个德国人 他当时看到犹太人 被这个纳粹给追杀 被逮捕 被抓去集中营 所以他提供了他自己的工厂 让这些人可以来这里避难 就好几千人 同样的 我现在讲都是真实的哦 卢安达当时有一个 就是他 其实就是我刚才说的 涂西族 的这样的一个先生 这先生叫保罗 他心想我其实也是涂西族 我能够理解这些涂西族 想要找个地方安身立命 暂时躲过大屠杀 那他刚好就是一个饭店的经理 这个饭店又是国际级的 所以呢 他就利用他自己当这个饭店经理 这个职权 他想把饭店当成涂西族被残杀 能够暂时来这里躲避的一个场所 你看有没有看到 他在跟一个将军讲话 因为我问各位 你就算把国际的饭店当成避难所 难道糊涂族就进不去吗 有枪耶 除非你要能够让他们视而不见 过门不入 怎么办 你就贿赂他 所以刚刚那个画面是 他贿赂那些糊涂族 有枪的军人 他拿什么饭店的酒 他说饭店的经理吗 饭店有好多酒嘛 连联合国当时 他应该介入这场百万人民大屠杀 他都不介入 他只说我联合国的人 你就让我撤平安的撤 其他我就不过问 我就当作是你的内战 好 这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插曲 那我再回到最后 那到底保罗有没有成功 有 他不但贿赂那些武装分子 让糊涂族的人 这个饭店就当作没看到不进来 第二个呢 他就拼命的 拼命的让这些突袭族的人 能够进来 但饭店必须有固定的容纳场所与空间 最后只救了一千多人 他整个义勇的行为 就跟当初信德论名单里头 德国人救 那犹太人的整个过程的方法 是如出一策 但也让人看到 联合国当时 冷眼旁观 让九四年卢安大屠杀 一百天死了一百万人 等于平均一天死万人 真是历史上的悲剧啊 武器报新闻从2018年开始 连续六年 谢谢大家的陪伴 我们已经累计了总计 九亿人次的观看数了 非常感谢大家 重磅消息 给大家拜托一下 我们快要突破一百万的订阅 我给你唱一下 请大家楼顶着楼下 call更多人 来帮我们按赞订阅 一百万人的幸运儿 会是你吗 请大家一定帮忙来订阅分享 然后我都会看哦 感谢你 啪 大声 что 你赞心 你赞心 ciel明明 不立即 本回去 老赢